清晨的時候,在中醫的理論裡面呢 陰氣未動,陽氣未散 陰氣還沒有動,陽氣都還沒散 這個時候呢,飲食都沒有盡 中醫的觀念裡面什麼意思 人啊 人睡覺的時候 這個陽氣呢,會散到四肢 陽在四肢 好,內部呢,身體上面裡面呢 陰非常的盛 這個四肢都是陽 好 所以我們的頭、手、腳 可以通通落到外面 身體要被子蓋住 就是常態 那有的人呢 天生的,早上起來 他早上起來,第一件事 就要拿杯水去喝 拿杯冷水去喝 然後覺得喝得很舒服 也不曉得為什麼 就拿一杯冷水喝 喝完以後開始刷牙漱漱口 去做事情 這個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你喝冷水下去以後 這個是陰嘛 你冷水是寒的 當然你不可能去弄個冰水嘛 冷,冷水 這是寒 這是寒的 一個寒一下去的時候 四肢的羊 怎麼又冷的會進來呢 對不對 這個羊馬上就回頭 瞬間就回頭 因為人體是非常敏感的 一個接觸馬上就有反應 你如果走到路上 真戳那個那個沒有反應 這個人差不多了 對不對 一定會有反應 人反應很快 所以說你一下寒冷進來的時候 四肢的羊 瞬間就回到胃裡面 因為赫哈記在胃裡面 馬上回到胃裡面 在胃裡面蠕動 所以千年以來 只要早上起來喝別冷水的 永遠沒有胃病